人魔忍孝 撐解脱 砍紧两刀 一定死 你知道民众昨天 出门要拖远你的行为吗 我 这女朋友被救吗 忍孝 还是忍孝 割侯人魔公传安 前面残忍杀害刘晓妹 被带回警局时 不但一路忍孝 她竟不在乎坦诚 怕痛没有勇气自杀 才想杀人换得死刑 解脱自己 因为她长期失眠 那有 时常有这些听到 这个 别人有批评她的这些声音 甚至用这种自杀的手段 要来寻求解脱 但是都没有成功 要吃她的胸膜 但是吃不下去 没有勇气 也没有勇气 幻听的这种状况 造成 这个 他杀人的这个 残忍 凶贤还说 他在市场诚看 人杀鸡先从警部划了一刀 还反呛警察 从脖子下手 试尝试 两刀就足以弊病 何必再浪费力气 刺一二十刀 他行修后 亲洗双手 自己打电话报警 等待被捕 他能选杀死女童 只为了寻求自己的解脱 犯后毫无回忆 并没有特别的回忆 他还是认为 他的行为是 那个没有什么错误的 甚至呛法官 放他出去还会再回来 昨天他以杀人罪前 遭到挤压 动新闻综合报道 苹果十二周年爆料拿大奖 两百万等着你 独家给苹果 照片影片 或者独立采访的公民新闻 点缘数 每周最高一名二十万 全约最高一名两百万 改变社会 从爆料做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